HELLO,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討論如何是美加德加布洛快速通關傳奇模式 相信有不少玩家已經殺狼魚馬, 但同時也有很多新玩家加入這個遊戲 所以這條影片會非常完整地攻略整個通關的流程 無論是新手還是老手, 相信你都可以讓你更快之方便通關 在Steam上看到很多評價都說一個人玩不到這個遊戲, 其實並不是 不過你要一個人通關確實有點難度 如果你要快速通關去拆這些傳奇的挑戰獎勵, 當然難度就更大了 所以這條影片會完整地和大家講一下時間上的佈局、安排 以及你如何去準備什麼物資、什麼武器和裝備 看完之後一定會懂得如何攻略 通關傳奇模式簡單來說就是通過打怪做任務和活動 集齊這四種碎片最後擊殺狼王的BOSS便完成了 以上就是武器裝備的需求和快速通關的職業推薦道 接著我們就會逐步完整講解攻略 雖然遊戲一定的自由度, 地圖有隨機性 所以大家可以按自己的玩法去調整 至於開場的配置, 我建議大家選擇採摘工具包 這樣一開始就可以立刻開始探索地圖的工程 當然如果你選擇其他工具包或新手裝備也可以 可以的 一開場其實是先跑回串撞線 但是順路見有什麼資源就採上它 尤其是紅色的樹記得要罰, 因為可以用來弄藥水 當然看到鐵、石頭不要放過, 這是重要的資源 入村第一件事, 不是找村姑 而是找他右上角的發幼武版 目標就是找到一個任務的地點 是遲兆之地 手推當然是簡單任務 大多只是給玉和皮的資源 如果是中級類似這個起採礦場 其實都能接過, 因為採礦場是必起的 而採先拿任務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可以透過地圖的黃色任務感探 你就會知道其中一個遲兆之地究竟是哪 省了很多要去找遲兆之地的時間 第一步去找這個沼澤地的原因 就是因為去到那個區域 基本上已經可以把整個通關所需要的素材 全部都取得了 沿路採資源的同時 看到這些大面具的雜兵 記得要擊殺他們 因為他們的皮夾和暗精靈經激 都是初期做裝備需要的材料 同時如果你覺得拳頭打他們的難 記得先用起飛腳,起腳的特殊攻擊 沿路探索記得盡量走這些泥式的沙石小路 可以跑得快一點 順路目標是搜集到以下的這些材料 回去可以做到初級的裝備來過渡 完成紅色字的數量已經滿足最基本要求 可以回家了 看到很多怪不用慌張 繼續跑 直接看到地圖上面有傳點的標示 才開始盡量分開清掉它 踢腳的攻擊對於初期的怪來說 傷害很高 善用 如果剩下弓兵 其實你可以利用傳點的大的石牆來做卡位 直接開啟傳點 開傳送石之後 如果還有空間可以繼續打怪 因為有什麼時候可以按T鍵 用傳送石回城 然後傳點再回來 可以搏一搏再打幾隻怪升級 就可以再次回滿血繼續打 職業方面 我建議轉職的首推就是轉仙之 如果不是 你說未開的狂戰士都是速冊非常好的選擇 如果兩個職業都未開 直接選戰士 速冊也是非常強勁的 之後目標第一波回城有250或以上的靈魂 未夠就補滿它 接著回家 翻穿之後 先去右上方 把這個鐵像直接升上第二級 這樣你就可以直上去製作 這個白膚獎長劍的level 2 有了它前期過度已經是無敵了 我就打漏了素材 但不要緊用著 先進去下面住甲斯製作這個村民套裝 完成最開始的裝備 最好在左下角找這個製藥水師傅 製作三支紅藥水 出去呢 基本這套裝已經足夠應付大部分的初期怪 然後繼續探索向這個任務地去進發 當你找到這個沼澤地 同時間向這個任務去進發的時候 這次的目標你已經完成了一半了 哈哈 接著在這裡就可以打到大部分你需要的材料 這個就是比較麻煩但必打的蛇龍 因為我們需要他的蛇龍尖刺 總共有12個 今晚打他會比較吃力 如果你用先知 有這個雪苗仔幫你回去會好一點 接著不要那麼貪刀 斬3至4刀就很拉開他來回避他的腥味 基本上要無雙打他 你熟習了是沒問題的 接著就算你已經找到任務點都不要急著回去 第一晚是完全不需要回去守城 我們要繼續留在這裡撿這個蘑菇 因為晚上撿這個蘑菇 他才不單止給蘑菇游來 還會給多一個素材叫做月菇閃電 非常之重要就是我們做我們 Endgame 的武器所需要的素材 記得開全點 找NPC接好任務 基本上完成了絕大部分前置的功夫 當然可以趁晚上多撿些菇才接任務 另外還有時間在這裡盡可能撿多些鐵和石頭 也是絕對會用到的素材 還有關鍵就是必須要撿到至少六塊銀 可以讓你升級好一點的裝備 或者掘更多去做野豬裝備都可以 如果順利打到足球的尖刺 就可以搜集這個靈魂 500個以上就可以翻成 直接把鐵象升到等級3 接著就可以弄這個雷虎 弄完他之後武器基本上不需要麻煩 當然不同玩家可以選擇用其他熟悉武器 不過這次就用最快速通關的方法 我做雷虎是最簡單的 雷虎之後斬怪就洩菜 就可以繼續探索地圖 以及儲物資的階段 路徑看到地圖上有大的火堆 記得去打他 就是野怪的營地 開箱的時候可以給你一些寶物 同時最重要是幫你儲到大量的靈魂 最後一次過儲到1250以上的靈魂 回到將鑄甲師和藥水師 一次過升到等級2 正方的全部都放在這個修補帳 一次過將它升到等級3 升級NPC同時會給你經驗值 所以非常有用 記得升了修補帳之後 要升你自己的採摘工具 每次拿到的素材就會更多 至於修補帳到等級3 基本上是夠用的 因為等級3就可以合成 你每個建築要升級用材料 NPC升級之後 晚上一月不需要守性 更多時間出去找材料 要看到斜坡上面有這場 一定要打爆它 因為可以直接給你第三級建築的材料 然後就是出去打怪 探路 找素材 在下一階段的目標之前 你會看到一隻 紅綠出現在世界上的活動 這個活動必須要做 因為最後打BOSS的時候 需要四種不同的碎片 其中一種碎片 在活動中取得 而紅綠是最簡單最好做的活動 OK 接著就加快講解 因為到中期開始 目標比較單向 就是出去不斷儲救物資 第一個目標就是先儲救 起彩石牆的物資 目標是第三天之內 建好這個彩石牆 同時你儲到更多靈魂 或者打到更多蛇龍的尖刺 也可以把鐵象升到第四級 把雷虎升到最高 武器部分就已經完成了 盡早完成彩石牆 可以讓你自己掘少很多材料 每隔十分鐘 他就會在村莊樹中 有一個大箱裏 生產出石和鐵塊 第三天的晚上 如果你有升NPC 一樣是不用回去守城 如果真的擔心 美隊回去補一補就夠了 近多的時間可以去做 這隻鹿的活動 或者繼續探路運之餘 尋找最終通關兩個重要的地點 有幾個額外的裝備和道具可以做 如果有時間可以去海灘打這個沙線 準備做這個野豬套裝的防具 也可以掘這個海草 做這個大支的補血水 還有這個紫水晶 可以做更加高級的採摘工具 這也不是必須 但對你通關挺有幫助 有時間都可以上路做完 第四晚要留意的就是血液會升起 夜晚攻城的怪力非常強勁 必須要守城 更重要的是巨人在月夜之前 基本上已經差不多到了村莊 如果沒有信心的話 可以提早一點才找到他來擊殺 如果有信心可以拖到他臨近村莊 最後才殺他 下一隻巨人出的時間相對也會更加遲 一定要在月夜之前殺了他 否則巨人連月夜怪 基本上你都會GG 另外因為隨機性地圖關係 巨人走過來的時間有機會有些差異 所以多點留意他的位置 已經弄到紫色的雷虎 基本上擊殺第一隻巨人是非常輕鬆的 殺了他之後拿到15個巨人碎片 已經足夠 殺一隻巨人就夠了 拖到最敏才殺他 基本上你打完狼王 你也不會遇到第二隻巨人 所以非常簡單輕鬆 然後馬上回去守好月夜 基本上已經沒有任何東西會阻撓你 最後只要找兩個重要的地點就可以了 有時間記得去右手邊這個箱拿這些材料 還有在寶藏這一頁拿十字稿 就可以交給這個NPC完成任務拿到碎片 最後要找這兩個地方 如果之前探討找不到就要花點時間 一個就是這個藏力處 打完他就拿到最後一款碎片 正常就要找旁邊的像山洞一樣的圖示位置 穿過隧道過去 但是更快的方法就是找收保障 弄這個斜坡直接爬過山 如果直接起這條直路 通常起三層他就起不了 所以我個人試過就是 找旁邊如果有另一個小小高的位置 再亂搭一下搭一下 就比較容易搭上去 不過要多次嘗試一下 所以建議做到至少十多個斜坡 多次嘗試就可以上到去 可以花很多時間也不用打通道的怪 直接可以去匿藏處 最後就是收好去冰村打狼旺的這條橋 對中途探路的時候 就不斷採摘資源草物之草靈魂 地圖一定隨機城 如果一早有幸運地找到 分分鐘不用六天就可以搞定整件事 最後就是準備正正的打怪時候 如果做不到野豬套 可以做這個略奪者套裝也不錯 資源應該已經夠了 不夠建築材料的話 就去找收保障人合成的石材鐵塊那些東西 還有就是記得要弄好藥水 最好三種藥水弄滿 靈魂如果不夠的話 可以在地圖上找NPC 賣光其他材料也沒有用 如果靈魂有多 就把世界樹 或者把NPC升級 之後就去打這個比狼王更難打的床 裡面非常多怪難度也不低 尤其這些會爆炸的波 一定小心爆炸的位置 否則很容易被瞄 機會會見到這場 非常好 可以幫保一下收橋的物資 床這處還有三層 每層都有機關 開門之後可以進入下一層 到第二層開始 這個機關和門就要分開了位置 所以第二層要花比較多時間去找 由裡面的怪物真的非常強勁 所以盡量善用雷虎那招劍氣 遠距來拉他過來 逐點清除就會比較輕鬆一些 最後第三層會有兩種情況 一種就是三隻大盼盼巨人 不難打 不過你要拉開逐隻逐隻 搞得比較好 另一種就是有一群狼 加幾隻很高攻的狼人 那一定要留意你的血量 因為攻擊力真的非常高 當你聽到這個聲音 即是已經完成了 很多時候開不到寶傷者 因為小怪未殺 最後草齊水片 就可以挑戰這個最終狼王BOSS 雖然雷虎會被屬性傷黑 但他的傷害仍然不錯 所以比較之下 我還是會選擇雷虎作為快速通關的選擇 因為CP值比較高 如果你覺得其他武器更加好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給大家 打這個狼王BOSS的過程 非常簡單 全程躲在他的跨下就可以了 最要留意的就是 他的狼叫非常痛 要馬上離開地下一個圈 繼續斬他的尾 如果看到地下有很多圈 即是要落石 繼續在他的跨下攻擊 不過有時候 他落石再加上尖叫 都蠻危險的 記得要補水 全程留在他的後腳尖尾巴的位置 基本上你就不斷磨 就可以輕鬆擊殺他 最後勉勉強強的 都叫在6天內擊殺了狼王 如果你手氣好一點 在這個隨機地圖之下 你重要的地點更快找到 5天甚至4天都有機會通關 好 希望影片可以幫到 各位玩家在單機模式下 快速刷夠次數 拿到這個傳奇狼仔寵物 也可以證明到 單人其實可以玩這個遊戲 打完狼王之後 不妨殺多隻巨人 才離開採用橋 拿多個禁角 好 那就搞定了 之後應該都會再出一些 關於這個遊戲的影片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讚好影片 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一起看一起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